來這邊不一樣 Happy Ending 它是有特別的意思 就是 你有嗎? 有啊 露雞雞的 你是露雞雞的? 我為什麼不知道? 就廢話不多說 直接開始講 按摩所有要注意的點 然後一些小技巧 你會遇到的一些問題 我們剛已經把怎麼挑按摩店 挑一個好的能賺錢的按摩店 分享給大家 那我們現在要來聊一聊 做按摩這個行業 可能會遇到什麼問題 第一個就是試念期的問題 去年期的長短 似乎你一開始有沒有經驗 然後你上手的速度快不快 一開始你可能會很辛苦 因為每個人學習能力不同 像有一些快的人 或者是他本來有經驗的人 他本來就在做按摩業的 他只要調整一下他的姿勢 他的動作 那可能他一天就可以上工了 但像我們是沒有經驗 就是有經驗等於沒經驗 就是前一家店都亂教我們 那我們等於全部要打掉重練 那每個人 學習能力不同 上手的速度就不一樣 像我那個時候是差不多兩週 我才可以上工 然後一開始還是從半身的 譬如說頸肩背這種開始按 對那像他的話 因為他力量比較小 所以他也花更多的時間去學 一個月吧 對他一個月才上工 第二個遇到的問題是 按摩 譬如說按摩主要有用手指 然後有用手肘 那一般來說一些比較敏感的部分 像脖子這些就是比較脆弱 我們一般會用手指 那因為他不需要很重的力量 但像腰啦 背啊這種我們需要伸壓 我們一般就會用手肘 用身體的力量去壓 那有一些奧客 他來的時候跟你說 就是我今天是要來放鬆的 我並不是要來做治療型的按摩 所以你不需要伸壓 你只要幫我放鬆 OK放鬆 然後他就說 他要用手指 你就用手指 然後呢 譬如說你沒有力啊 對啊 他說他用手指 然後叫你壓他的腰 壓他的背 然後一直嫌你沒有力 然後到後來出去 就跟老闆抱怨 就說什麼 來這邊按摩 然後沒有任何效果啦 然後都沒有認真按 然後都沒有用力啦 什麼 這種就是OK 標準 也許有一種 可能就是很厚的 就是我用盡 用盡我的力 他還是嫌不夠的那一種 對因為按摩 你是趴在按摩床上嘛 那按摩師他會 用身體的力量壓在你的身上 可是那按摩床 他其實有一定的高度 如果像我們東方人 身材比較矮小 然後那一個客人 他假設特別的厚 他躺在床上特別的厚 那這個時候 他其實已經很高了 你沒有辦法用身體的力量去壓他 你只能用力這樣撐 用手肘硬去撐他 那這樣一方面 按摩師很累 很容易直接傷害 然後二方面 其實根本就沒有屁用 因為他太厚了 你不管怎麼壓他 他都不會有感覺 那這個時候他要去跟你抱怨 標準的OK 有OK就沒有客訴 第三個就是客訴 第三個就是客訴 我也是說我沒有力 所以他被說沒有力 但他有一些我們的同事 有被客訴什麼玩手機的啦 就他的按摩一邊玩手機 有嗎 誰啊 不要說 我是很不鼓勵這樣做 因為很不敬業嘛 你幫人家按就好好的按 可是他就會一邊按 然後一邊手機拿起來 這樣滑滑滑 然後有人就被發現啦 發現就被客訴啦 第四個就是做按摩 女生應該比較吃香 我想應該不是在澳洲 可能全世界都是這樣吧 你今天要去按摩店 你會希望男生 還是女生 按摩師幫你按摩 在下面留言喔 其實也是有男生希望 男生幫他按 因為那種很厚的工人 是男生才比較有力量 按到很大力的 一般來說 多數的人不管是男生 女生到按摩店 他們都會傾向讓女生按 因為我今天如果是男生 譬如說我是個很傳統的直男 然後我覺得我脫掉上衣 然後有個男生在那邊 幫我摸來摸去 我可能會覺得很奇怪 所以很多男生 他是希望女按摩師 當然女按摩師可能 他心裡也覺得比較舒服 就是賞心悅目這樣 那女顧客的話 就更容易理解啦 譬如說我是個妙齡女子 那我讓一個男人 在我身上摸來摸去 我可能會感覺很不舒服 可能我會覺得被性騷擾 被吃豆腐幹嘛 我選一個女生的話 一方面我們就是同性嘛 那可能我就少了這些顧慮 比較放鬆的讓按摩師幫我按摩這樣 所以多數的情況下 不管男生女生的顧客 都會希望是女按摩師 但有一些特例 就是像他剛剛說的 他是真的在做一些勞力工作 他需要很重的力量 他們可能就會傾向力量比較大的男按摩師幫他按 這也是男按摩師 唯一一個稍微具有優勢的地方 但優勢往往也是最慘的 因為那些最難按的 最吃力的 就是你要拼死拼活 紅黃自立去按的 一般都會指定你男生 所以一般在按摩這個行業裡面 普遍來說 女生按摩師的收入是會高過男生的 要稍微公布一下 女按摩師週薪大概是多少呢 1000上下吧 平均薪水週薪大概是1000到1100之間 那我是一個男按摩師 那我這個男按摩師大概就是在900到1000之間 是稅後實際拿到的啦 我剛說的是稅後 女按摩師大概會比男按摩師多個一兩百塊左右 你是一位男士 你對按摩這個行業很有憧憬 或者是你很有好奇心 或者是你想賺錢 不管你出於什麼理由 你想要透露按摩工作的話 就是你要特別的小心保護自己 在澳洲來按摩的客人 他如果是女性的話 你幫他按摩 你要非常的注意一些細節 比如說 你知道他就是那種比較敏感的人 你就不要亂碰 你按到他屁股的地方 你就用手掌 你不要手指去碰到他 你就用手掌去按 用手肘去按 不然有一些人 我聽過一些例子 他被女客人告性騷擾 當然我不知道那個按摩師 是不是真的有對人家怎樣 或者是他只是不小心碰到 或那個客人可能太敏感 這我不知道 因為我不是當事人 但我沒有聽過男按摩師被女顧客 告性騷擾這樣的案例 接下來是變態的客人 對 變態的客人 我相信大部分做按摩行業的人 多少都會遇過 各式各樣的都有 那我們可以舉一下我們的一些例子 你有嗎? 有啊 露雞雞的 你是露雞雞的? 我為什麼不知道? 你知道的 我有說的 我今天語腦 我忘記了 突然你按摩不會脫內褲嗎? 可是他就是要硬壓脫內褲 然後 然後鏡頭好像很隨意放的 就是要露給你看這樣 對他遇到的是 就是一些男顧客 他可能就是有暴露景象 所以他會不必露出來 但其實在澳洲這邊 有一些客人他按摩 他是喜歡裸體的 這是少數啦 多數人還是會穿內衣褲 但有一些人他是喜歡全裸的 像我的客人裡面有一個 一位女士 他也是每次來都是全裸的 我好像叫不穿內褲結 結果他每次來 他都是不穿內褲 他就全身都沒有穿 就是裸體就對了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意思 但我也不太敢亂碰他 因為我就是很害怕 我是被告心理騷擾的那一個 所以他越是裸露的 其實我就越緊張 就是我都很謹慎 我不敢碰他 我遇到一個客人他是男生 然後他跟我一樣 他的身形是相對瘦小 他是Local 就是在地人 那他每次來 他都只指定男按摩室 我有一次被他指定到 我就進去嘛 那一般來說 他趴在按摩床前面是這樣 那按摩室會站在他的前面 所以等於是假如他是客人 他是趴這樣 然後我會站在他前面 然後我這樣推 這樣推 然後這個時候 這個人呢 他整個 他都把這種 過來了 然後在我的胯下這邊 然後一直摸一直摸 那你胯下 大腿這樣摸 摸捏你屁股啦 摸你大腿內側 然後一開始 我以為他可能只是要拿 譬如說他可能要拿個手錶什麼 但我後來發現不是 他就是真的要摸你 就是你找到哪裡 他的手就會跟到哪 你走到側面 他的手就跟到側面 就是一直要摸你的重要部位這樣 我一開始就很吃驚 我沒有想到我會遇到 然後我就只能左閃右閃 那他摸過來 我就這樣側一遍 然後如果他要摸我 我就離超遠 我就這樣子 用手肘頂 然後身體離超遠 但他手還是很長 他就會摸到我 我到最後 我被摸到很不舒服啦 然後我就會好 反正你有屁股 我也有屁股 我屁股讓你摸 我屁股就側 然後我就用全身的力量 集中在這個手肘的點 然後朝他大力的壓下去 然後壓到 我看他整個一直抖一直抖 很痛苦的聲音 他被我按到最後 他是已經 整個臉是扭曲 然後一直在顫抖這樣 可是我就沒有放過他 我一直壓他一直壓他 然後他按一次之後 下次還不指定我 對嗎 他下次指定一下 他下次指定我另外一個同事 因為另外一個同事沒有這樣對他 不過我記得他 他進來的時候 別的同事已經說 他雞雞魔人來了這樣子 所以他是慣犯啦 對他是慣犯 因為基本上所有的男同事都認識他 我們都叫他雞雞魔人 按摩這個行業 因為你難免會遇到一些變態 那你就是找到一些應對的方式 譬如說像他就是儲便不經 就裝作沒有看到 他露就給他露 然後像我的話 他就是他要摸我 我就給你 好看的 對就給你好看 因為澳洲這邊做性交易其實是合法的 所以如果兩個人你請我願的情況下 那我可以付出我們兩個都可以接受的價格 然後我們就可以有一場性交易 一般來說按摩店 他是不會有性交易的存在 當然有一些店 他們是遊走在法律的邊緣 客人來他會問有沒有提供這樣的服務 那如果是一個純的按摩店 那老闆會跳出來說 我們抱歉我們店裡面沒有這種服務 那就是客人就會 他會摸摸鼻子去找有服務的店 但有一些老闆他想要賺更多的錢 所以他可能會默許他的員工做這樣子的舉動 甚至我有聽過有些老闆 他就是威脅利優 譬如說如果你不想做那你就滾蛋 類似這樣威脅利優 然後讓員工去從事這種 有性交易成分的按摩這樣 所以如果你在澳洲聽到一個詞 你要特別注意 Happy Ending 因為我以前在台灣的時候 我以為Happy Ending就是 譬如說你去看一部電影 然後那個電影最後的結局是好的結局 我們就會稱它是Happy Ending 但來這邊不一樣 Happy Ending它是有特別的意思 就是 你有遇過什麼樣的例子嗎 講到我很小 好像有做過一樣 他是沒有做過 但他有遇過一些打電話 因為他們不知道你有沒有 他就說 他說什麼 Do you have Happy Ending 對他決定問 Do you have Happy Ending 所以如果你不懂的話 你不要亂回答 因為如果你說有 他來 然後結果 蛤 沒有啊 我們店沒有這個啊 那你就糟糕了 他有就是Handjob 然後叫Handjob 對 Handjob 也是這個 總之你聽到Happy Ending Handjob 就是這一類的詞 你就問一問你的同事 問一問你的老闆 我們比較保險一點 其實我們做按摩也是有滿多職業傷害的 好啊 按摩店 他是一個非常容易有職業傷害的一個工作 那像一般來說按摩進去你會先用到手指 他會教你怎麼用手指 然後再下來用手肘 那你在學手指的這個階段的時候 一般如果像我們沒有經驗的話 我們想到的就是會用手的力量去壓 用手指去壓 然後用手臂的力量去壓 那這個時候你手指很容易就受傷了 如果你開始有了一些經驗 你就知道你可以把手打直 然後用你的身體的力量去壓 這樣你就可以有效的保護你的手指 所以按摩非常重要的就是你要懂得借力實力 對你不要不要用滿力去壓 不然你很容易會有職業傷害 除了你一般就是這種關節的受損啊 然後可能你的腰痠背痛啦 可能你脊椎不好啦 這些因為你長期彎腰嘛 這些傷害以外 還有另外一種就是 有些人認為你幫一個客人按摩 那他的病氣可能會散發出來 然後會轉移到你身上 或者他一些病徵 一些徵兆他會轉移到你身上 那有些人信有些人不信 這好像說刮痧啊 很容易把病去移到 按摩的人身上 對就是有下的模式 他們是蠻相信這個的 所以如果你個人是 比較相信中醫的話 那你就可以仔細的評估一下 按摩身份工作適不適合你 會遇到一些 譬如說他有皮膚病的 那你就會很緊張 因為你畢竟是跟他自體接觸 你會怕會不會傳染 那像我遇過一個客人 他的私密部位是 長了一些很奇怪的東西 我們都說他長了小香菇 小辣椒 小辣椒 我講最後是小辣椒 就講一根一根的 就是像肉油 這樣 對那我個人是懷疑 那是不是性病 但就是有些客人 他是不喜歡人家戴手套的 所以你必須得跟他接觸 那我很害怕被傳染 我就會磨超級多的按摩油 我就會想說多磨一些油 或者形成一個保護膜 那我就不會被傳染這樣 所以你做按摩 你也必須要去克服 就是有些人的衛生習慣 可能沒有這麼好 或者是有一些客人 他們可能會有一些 生理上的疾病 這個都是你做按摩行業 必須要去考慮的一個點 你好像有見過有大便嗎 很多 就是很多客人來 因為西方人 他們有些衛生習慣不好 就是他們上完廁所 上大號 他們屁股都隨便亂擦 都沒有擦很乾淨 然後你幫他褲子拉下來 因為你要按他的屁股嘛 然後你褲子一拉下來 就有一種大便會直接衝出來 要衝到你的鼻子裡很重 然後這個都還好 你還有一些看得到 直接就是大便 黏在他屁股溝裡 他跟你說我要來按屁股 因為我屁股好痠 結果他的屁股上都是大便 喔這個真的是很讓人崩潰啊 還有一些是腳 譬如說腳超臭的 然後要你按腳 這個你也會遇到 我們按腳好像有戴手套 對按腳有戴手套 因為有一些腳可能有香港腳 我們的店是有 也不一定每個店都可以戴手套 有一些老闆啊 好心一點他願意讓你戴手套 但有一些老闆說不行 你就是只能空手接觸 因為戴手套可能客人的觀感不好啦 什麼的 在按摩業 我遇到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員工鬥陣 對 每一家按摩店基本上都會有員工鬥陣 只是程度大小的差異而已 很多按摩店的招工騎士他都告訴你說 什麼他們店內的環境很好啦 然後什麼員工相處愉快 對氣氛很好啦 然後同事有愛啦這些 聽聽就好 因為我們待過的所有按摩店或多或少 都會有員工鬥陣 當然牽扯到的原因就是你收入的問題 這是最直觀的原因 工作安排制度沒有很好的話 那就會造成有一些人的收入高 有一些人的收入低 譬如說一開始我們提到排班的問題 那這時候如果我是一個老鳥 我是非常有經驗的 那我就知道怎麼樣可以去讓我的利益最大化 譬如說 那今天如果是我接了一個客人 然後是一個小時的 然後你也接了一個客人是一個小時的 因為我會先下工 然後你才下工嘛 所以下一個客人應該又是我 但如果你是老鳥的話 本來你要幫人家按一個小時 你可能按了55分鐘你就出來了 所以變成你比我早出來 那下一個客人來的時候 我還沒有好 那我的客人就變你的了 第二個就是 老鳥他會運用一些方法拖時間 今天我是老鳥好了 我先上工了一個小時 你也上工也是一個小時 我先進去嘛 那正常來說下一個客人來了 應該是我要接 可是我發現下一個客人他只按半個小時 我按半個小時的客人收入會比較少 可能下一個客人他又是非常難按的 譬如說他要求要大力 那這時候我不想接了 我一個小時到了 我應該要先出去 但我就會找藉口說 我要送給我的客人一些bonus 什麼我都幫他按五分鐘 拔罐啊 什麼hotstone啊 他是沒有額外的成本 而且他又不累 你就是用那個拔罐器 吸一吸客人 然後在那邊等 可能多等個十分鐘二十分鐘 然後客人也爽到 然後你又不用去按很重的客人 所以老鳥常用拔罐 然後耳竹啦 這種泡腳啦 熱食啦這一類的 老鳥慣用的技巧 所以進去的時候多觀察 你們老鳥會不會這樣對你 我都按了這五分鐘 本來要比他先下的 就變成他先下 那這時候他就得去接 那個半個小時 而且非常吃重很難按的那個客人 可是這種情況就是老鳥 會跟前台的關係很好才可以做到這樣 對所以第三點就是老鳥很常會賄賂前台 譬如說跟前台聊天啊 然後譬如說平常大家都住一起嘛 他可能就會組東西share給前台啦 前台的關係就會跟他很好 那前台他知道這個客人是比較好按的 那他可能就多安排給他 然後就把那按了 安排給那些跟他關係相對沒有這麼好的人 那我們現在要講一些按摩店裡面的小技巧 你要怎麼樣增加你的收入 第一點最重要的就是增加你的回頭客 你如果回頭客多的話 譬如說今天是我上工 然後下一個是你 可是偏偏不巧的 下一個客人來的時候 他是我的回頭客 所以他又指定了我 那如果這樣的情況不斷的發生 那就變成那一天都是我的回頭客 我一直在賺錢 但你一直在等工 你就沒有收入 所以如果你想要增加收入 最好的方法就是回頭客 那回頭客一般就是有兩種情況 第一個就是你的按摩技術真的很好 客人一事成主顧 他每次來就指定要你按 因為你按了他非常滿意 第二種情況就是客人跟你的感情很好 你跟他之間有互動 然後會聊天 所以你們之間有一個連結 有一些人可能是一週 才從譬如說200公里外的小鎮來採購一次 然後他可能就乘來了這一次 順便按摩放鬆一下 如果你跟他之間感情是好的 他每次來就會指定你 就好像跟老朋友來聊一聊這樣 像我們是去到澳洲了 然後我們才開始學按摩的嘛 所以我們的技術就 有沒有很差吧 對 OK 就是有水準以上 因為我們還是很努力在學 然後很努力在按 但像我們有一些同事 他是在台灣 或是他原本的國家 就已經在做按摩了 所以他可能從事按摩業已經10年 甚至更多 那他們的技巧肯定比我們好 我們這種學幾個月半年的是不可能贏他們的嘛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你就只能靠 譬如說你去跟客人聊天 你跟客人去交流聊天 然後你們之間變得像朋友 那他才有可能不指定你 我有一個同事就是他從40幾年按摩 他的技巧真的非常的好 可是他英文非常的差 然後又很沒有自信 對 所以他那個時候都是默默的一直按 不跟客人講話 一句話都不講 最好客人不要跟我講話 因為我也不要怎麼回應 對 他常常這樣說 他就說 那個客人好煩喔 每次都一直講話 我都很尷尬 我都不知道跟他聊什麼 對 但我的想法是 你今天既然來到澳洲 Working holiday 像我剛來到澳洲的時候 我的英文是破到 連海關都過不了 我還被攔下來檢查的那種 對 那你既然來到澳洲 Working holiday 你就好好的運用你的英文 不要說學或是練習 你遇到那種客人 明明知道你英文很破 還願意跟你聊天 那就是代表他很友善 那你就好好的跟他聊 一方面 你可以交到當地的朋友 二方面就是 你可以真的提升一下 你英文的實力 建議如果你不是 專業的按摩出身的 你的技術像我們一樣 只是這樣的水準的話 那就多跟客人聊天 多跟客人互鬥 那如果客人對你的印象好 下次來就會指定你 就變成你的回頭客 那你的收入也會up up 他也很厲害 他很喜歡跟客人聊天 對吧 我是不排氣 他有好多回頭客都是這樣來 每次來就是指定要他 然後我上次說的那個小費 也是我回頭客給的 好啦聊了這麼久 我們就稍微簡單做個總結 保底的話 有分日保 週保 盡量選日保 我之前就解釋過 第二個 超成 平均45% 45%以下就偏低了 讓你越高越好 第三排班 老手或經驗比較豐富的話 那可能就是輪著排對你比較有利 那如果你是新手 那可能就是收入低的那一個排 會對你比較有利 第四 客人組成 想要在這個地方 然後待很長的一段時間 然後有穩定的收入的話 譬如說小鎮的按摩店 全都是以本地課為主 這樣你的薪水會相對的穩定 想體驗生活為主 你想去旅遊的話 想要在短期的時間內賺比較多的錢 那我們就會推薦你到觀光客的區域 只要季節對的情況下 他可以讓你快速的賺到一筆錢 你就可以去旅行 第五 經營者有沒有有心 這個就不用講了吧 這一定是挑有心的經營者 那我們今天就 燒工了 燒工了 要吃飯了 我們今天就到這邊啦 如果你們對按摩還有任何的疑問的話 在下面留言給我們 我們都會回覆你們 如果喜歡我們的頻道的話 記得幫我們訂閱一下 那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